由新宿舟近日新宿航開始 這段新宿航人口上密集的市區街頭 竟然破紀錄 成為新宿航受災最嚴重的區域 原來都是拖鞋到拖鞋 狀況是相當慘慘 尤其便利朝鞋這個區域 口舟對我將近一站勞鞋 沖進去臉底的拖鞋 也10至50公分 很嚴重啊 然後旁邊進來的時候 是到 是到腰 然後我們裡面是到小腿 一下子 我們根本就來不及 一下子就全部都 一瞬間就變這樣子啦 有嚇到嗎 嚇到 當然會嚇到 但是我們這條就這樣啊 那不曉得這次怎麼會那麼嚴重啊 今年比較嚴重 今年比較嚴重 不早前是沒有那麼嚴重 鐵包大概2、3點 水就都在那裡了 大概2、3點那裡 那裡面一面嗎 那裡出了50公分啦 市區土礁流財政參擔 土電館本土有貼管的便利朝鞋 衝進去的土鉤也10至10公分 和朝鮮不得意宣布漸停營業 電館先後千里工廠 都是這樣吧 到這邊嘛 夠夠 差不多 1公分有嘛 1公分 嗯 在去新義鄉公司協調公路橋 電館途舊清潤工廠 相關單位也前往會扣 研究改革的辦法 這個路段 他只要塗到鳳台大火一定水流生災 主要原因出在上方山邊不斷出現棒刷 以及整條道路派水系統沒有好所造成 因為面上有棒刷 那棒刷那位 要在棒刷網頭 開始要來噴槍還是怎樣 做一個均勁 棒頭要處理好 我們沒有這個中山的水稿 跟白水 跟人家這個一個洞水沖 我想說把它做起來 這樣保護一下 加油站的對面 弄一個疊水的一個草 然後我們要用那個 那個抽水站的方式 直接把它抽水 如果是一道這種豪雨的話 像跟南部一樣 直接用抽水的方式 會避免這樣那個 积水的一個現象 他用到豪胎大火 必定發生災害重點災窟 這次修拉豪胎侵蝕 因為豪胎工廳多數已經完成 因此沒有團出災情 但就是不要發生災害的市窟 先為這次的重大災窟 香港所發覺問題嚴重性 提出貼體改革的辦法 希望會一處不要再有災情穿出 接著王教信採訪報導